B点何在 我是Michael 2022年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 应该说在这一年 整个B川充满着不确定性 甚至说冰冻三尺 对吧 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雾霾笼罩的氛围 加上国际形势的巨变和地缘政治的冲突 又影响着整个的经济市场 而本身就充满着争议的加密货币产业 也更是说撞在了枪口上 我看到很多的经济的大V 很多的财经的博主 都在唱空所有的加密资产 都说你看我早就说过 那就是一场骗局 那就是没有价值的 迟早是要归零的 或许此时此刻很多从业者 我们很多的B川的人才反应过来 原来我们早就熊了 好了 那么既然熊了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就是要盘点一下 我们这半年时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经历了哪些大事件 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能总结出来 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来制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正确的策略 所谓知历史而懂心替 那么我们在当下的价格下跌的时候 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认知 让自己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下 装着整个的市场的律动 而不仅仅是只看待当下的某个币种的 某天的涨幅某天的价格 所以今天的年终总结 我会把所有的大事件一股脑都端给您 您可以胡乱吞噪 也可以不求圣洁 可是一定要看完 我们细数币圈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大跌 分别是2017年的9月4号 中国七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报告 ICO被叫停 比特币的价格一路跌至了2980美元一枚 2020年3月12号 疫情爆发不到4个月 比特币从当时最高的12000美元 跌落到了3800美元 之后是2021年的5月19号 当日比特币从43800美金 跌至29000美金 跌幅45% 随着比特币的崩盘 其他的加密货币也跟着快速下跌 时间来到了2022年 一开年比特币的价格上在47000美元上方 一季度最低的价格在31000美元左右 从4月份开始 比特币一路震荡下行 并在5月份告别4万美元关口 一路跌破3万美元 6月18号更是直接跌穿18000美元 以太坊同样经历了大震荡 并在5月份接连跌破3000美元和2000美元关口 6月10号起 以太坊的价格一路直线走跌 连续失守1700 1500 1200美元等重要关口 直至6月18号 直接跌破800美元 已经回到我们来说 什么实际上的货币 但它是一个危险的状态 当然有其他估计的估计 所以有一定有危险的估计 现在我们看到它 它是跌至$23000 专门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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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比特币的持续走低 导致持有大量比特币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特斯拉 MicroStrategy 加密交易平台Coinbase 都是受伤最为深刻的代表 按照比特币2100美金一枚的价格计算 持有129218枚比特币的MicroStrategy 为实现亏损达到了11.24亿美元 特斯拉拥有42000枚比特币 亏损约4亿美元 拥有2301枚的萨尔瓦多 为实现亏损接近50% 大约是5331.8万美元 在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上演 腥风血雨的同时 号称加密资产中的稳定的稳定币 却给所有的投资者 供应了一部惊悚的恐怖片 大家都知道进入二年以来 NFT的交易热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在经历了过度的炒作之后 NFT市场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下坡的趋势的 与此同时 太短链号称币圈茅台的算法稳定币 UST却是一军突起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市值达到了180亿美元 一举超过了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USDC成为了排名第三的稳定币 就在大家认为这个算法稳定币UST即将爆发之际 UST和它的姐妹币LUNA却突然惊魂一跳 双双阵亡 UST也就是Terra USD 是Terra区块链推出的算法稳定币 从价格走势上看 在此次不可逆的价格脱锚事件之前 UST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一美元 而自5月10号起 它的价格隐身下跌 目前仅仅维持在0.01美元左右 从LUNA的价格走势看 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近过120美元 但目前已经差不多归零 一时激起千层浪 整个币圈随之大跌 UST和LUNA的暴跌情绪很快搅动了整个币圈 导致加密货币集体跳水 应该说在上半年 这一轮熊是能够如此快速的见底 如此快的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支撑位 这个号称世界第三大的稳定币 UST和它的关联币种LUNA 以这种加速死亡螺旋的方式 起到了加速以及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此后项目方再度宣布了重建计划 但是项目缺少吸引力 难以重拾市场信心 随着重建计划的就是无果 UST已经成为了迄今为止 项目最失败损失最大的算法稳定币 UST救赎无果 稳定币的财富终究还是黄粱一梦 Terra地震之后 各国的监管机构又一次不约而同的 对稳定币拉下了警报 亚洲国家最早的是日本 颁布了首个稳定币的法案 法案规定所有接触到稳定币的平台 包括交易所管理和中介等企业 都必须重新申请 并且获得电子支付交易的牌照 韩国方面则要求交易所要加强对稳定币的检查 防止LUNA币事件再次发生 另外稳定币在英国一直没有被法律认可为一种有效的支付方式 Terra的崩盘引起了英国监管机构的愤怒 政府带头监管稳定币 而美国方面SEC主席Gensler 在华盛顿举行的Fedra会议上 再次重申加密货币为高度投机性的资产类别 应该作为证券来进行监管 You know we don't have a strong view on Bitcoin we'r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Fed is tightening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a tighter financial conditions backdrops speculative assets are going to be hit the coin is clearly a speculative asset has not done the job 接着到2022年6月份 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已经下跌了六成 也就是跌掉了17万亿美元 不过这一市值的跌幅相比17年的熊市下跌 87%也只能算是小物件大物 尽管如此本次的加密货币的两大龙头币的暴跌 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的跳水反应 还是让币圈的小伙伴们苦不堪言 对吧 除了本轮暴跌把他的钱包洗劫的干干净净之外 很多传统的投资群体 本来就不相信币圈的这个机会的这些群体 开始嘲笑币友们 很多大V财经界的这些专家们都说 你看我早就说过这个群体 或者这个市场本来就没有价值 它迟早会是归零的 很多投资者也在这种言论的压力之下 表示说我不会再爱了 嚷嚷说我要离场了 其实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和着急 咱不凡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加密货币市场为什么会暴跌 血洗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空缺来风不请自来呢 2020年3月12号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 随着疫情的影响加剧 全球经济显然没有做好应对冲击的充分准备 导致了所有的市场都陷入恐慌 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了30% 加密货币市场受到的冲击更大 比特币一度跌破4000美元 市值蒸发超过60% 疫情让恐慌的投资者争相购买相对安全的黄金 导致了所有的流动性市场大幅下跌 由于疫情的封锁供应链受到冲击 美国国内的经济受到了大范围的影响 为了稳定市场 美国政府开始大量印钞 两年来美联储印制了近6万亿的新货币 从去年3月份开始 就不断的在给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发放现金 一年发了3万亿美元 这直接导致了因为疫情引发的通胀 达到了一个逆天的程度 可以说这是美国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数百万人的税收也因此增加 为了对抗有史以来最高的通胀 美联储开始介入 今年3月在万众瞩目之下美联储公布了利息决议 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 5月4号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50个基点 这是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幅度首次到达50个基点 而6月16号凌晨 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 由0.75%到1%上调为75个基点 到达1.5%到1.75% 75个基点为美联储1994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 美联储加息带来的流动性缩减对于加密货币而言是一个重击 造成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整体走势的下降 就连一些价值相对稳定的加密货币也出现了下跌 所以这些预测的预测的预测的预测 所以这些预测的预测的预测的预测 预测的预测的预测 预测的预测 预测的预测 所以我们的预测的预测 这些预测的预测的预测的预测 这些预测的预测的预测 预测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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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美联储的加息可以说是触发 本轮加密货币市场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受加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美国的股市对吧 好 好 一旦美股下跌 那么很多企业最传统的操作方式 就是会从其他的金融领域找资金 来弥补股市的亏空 这部分资金从哪来 首当其冲 当然是和美股挂钩非常紧密的加密货币市场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股和加密货币市场的涨幅跌幅 如此紧密如此联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今年2月下旬爆发的俄乌战争 也可谓说是给原本就低迷的市场投来了一枚核弹 当普京一声下令决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俄罗斯同时遭遇到了七国集团的围剿 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之战也随之爆发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也首次登上了战争和制裁的舞台 俄乌战争爆发不到三天 乌克兰政府在推特上宣布 接受加密捐赠用于抗战 不到两周捐赠的加密货币价值超过了1亿美元 政策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3月16号正式签署了 《乌克兰虚拟资产法》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合法化 明确了外国和乌克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可以合法的运营 银行也可以为加密公司开设账户 而俄罗斯方面七国集团经济制裁的第一步就是直接切断了俄罗斯跨境资金的网络 把俄罗斯银行踢出了swift的系统 这个时候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就备受制裁各国各界人士的关注 他们认为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利用加密货币来抵抗制裁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美国财政部正式将加密资产纳入了对俄制裁的范围 新规包括禁止美国人向俄罗斯寡头和实体提供任何支持 包括通过数字货币或提供加密资产的交易 随着俄乌局势的稳定加密货币市场好不容易喘口气 刚刚从政治争端的泥脑当中爬出来 但是5月份的到来比特币又开始跌入谷底 目前由于加密货币龙头币的下跌 号称最稳定的UST的崩盘 那么俄乌冲突以及各种黑天鹅接种而至 导致了很多投资者信心不足 甚至有的比特币矿工也正在抛售他们开采的比特币 一夜之间许多矿工选择关机退圈 Glassnude的最新的数据强调 比特币的挖矿的盈利能力 已经从市场的最高点下降了75%以上 目前处于2020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最近价格低迷的情况下 矿工向加密货币交易所发送了异常大量的比特币 上周开始大约有497000个比特币被转移 这是自2017年12月6日以来最高的数量 虽然加密货币市场一直的跌宕起伏是无法预期的 但是从全球的监管上来看 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我们一直都处在牛市 为什么这么说 拜登政府首先是签署了有关加密资产的行政令 纳斯达克考虑为加密货币提供相关的服务 加密监管的方向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晰了 美国毕竟还是虚拟经济的发动机 其次继撒哈瓦多之后中非共和国也把比特币当做了国家的法定货币 巴拿马正在开会讨论希望成为第三个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巨头开始采用加密货币 比如说高盛提供了首笔比特币支持的贷款 复达投资计划今年把比特币作为养老金的选项 阿根廷最大的私人银行开始支持用户在他的体系之内 购买以太坊比特币USDC等数字资产 这些都是对加密资产利好的表现 而且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范围的传统金融 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垂青 目前2022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遭遇到如此低迷的加密货币市场 那么你肯定会觉得当前的市场很可怕很难 但实际上是什么 加密货币在2018年2015年和2013年都被宣布过 死亡或者是归零 而在每一次挫折之后 加密货币都会变得更加的强劲 它的价格会突破所有人的预期 无论市场周期如何 无论你信还是不信 比特币就在那儿 它不增不减 加密货币最终还是会继续前进